水里香生产青梅,青梅过熟后就成为黄熟梅 在保存与销售上比较困难 而为了可以妥善利用黄熟梅 水里金龙就带领民众利用黄熟梅来制作果酱 希望能够落实永续利用的观念 最主要就是我们用 每年当季都会有过熟的梅子 那那个梅子其实都已经比较成熟 而且都已经很软了 所以不耐运输 那通常那种东西就是已经在地消化了 说好听一点就在地消化 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利用 那我们用这一些捡起来 然后冷冻 然后做DIY 可以做真正的玩手的黄梅子的黄梅果酱 然后让大家吃 而且这是新鲜健康的原型的食物 民众也指出 透过参与这样的课程 不但非常的有意义 也学习到许多技巧 农产品的制作 果酱 然后他这个老板 他这个师傅他教我们的是 果 把那个很不容易制成的果教 教我们 我们觉得真的上了这个课 真的很棒很棒 议员成熟会肯定青龙门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妥善利用黄酸梅 再创新商机 就是这些秋梅成熟 也可以说是将近要唬烂的时候 但是呢 他们不防他丢弃 他们在用他们的一个 盐花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把这些熟梅 再把它盐花成一个果酱 然后做成果酱呢 我们也可以用开水来泡 当成饮料喝 那也可以放到我们的优格里面 还有可以再就是作为面包的一个果酱 更可以作为我们烹饪上的一个食材 过手的青梅就是黄酸梅 在销售上是非常的困难 因此透过制作成果酱 不但保存期限可以延长 也可以再创新商机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